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一節會和大家討論一下周期表的一些打橫的趨勢 其實我們可以試試把 Atomic Number 頭二十隻的 Elements 依他們的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排列 大家應該都記得那一首五言律師 柱基拉清亥里皮膚 炭淡養部乃乃 颱味鯉綠 流綠 啡甲蓋 你嘗試一下 Elements 我們是分為 Metal、Semi Metal和Non Metal 可以试一下,你将METAL圈一圈住,METAL就有这些的,OK,这些都是METAL来的。 头二十只,你只能找到少量METAL,但整个周期表METAL是很多的,整个周期表里面最主要都是METAL来的。 好了,然后你又尝试一下将SENMI METAL圈一圈,OK,这次我们就用个正方框,框了SENMI METAL,OK,两个的。 其余那些都是NONMETAL来的,这些都是NONMETAL来的,OK,包括Nobo Gas都是NONMETAL,那记不记得呢? 每一个group都有它的特殊的名称,那Hydrogin就不属于任何一个group的,OK,不过我们习惯就写在这里而已。 那,那我们就写一写吧,第一个group呢,我们叫它做Alkaline Metal。 第二个group呢,我们叫它做Alkaline Earth Metal。 Alkaline Earth Metal。 第二个group呢,第七个group呢,我们叫它做Halogin。 而第八个group呢,我们叫它做Nobo Gas。 Nobo Gas,Nobo Gas。 那当然啦,你最理想的可以加回重数给它啦,不然呢,其实你用回它的 这个正名,没有S,没有ES的正名,其实都已经OK的啦。 好了,那我们知道了这一堆group名啦,那如果,这一节呢,我主要想看一看,就是打横的趋势。 OK,那尝试这样看啦,那你可以找一张纸啦。 那你掩一掩住呢,其他的period,OK? 打横是period。 那,第一个period,我们看不到的。 因为呢,第一个period呢,两个都是non metal。 但由第二个period开始呢,你会看到呢,如果我们由左, 数到去右,OK?那一般呢,在英文上面,我们会说呢,across a period, 或者across period to,OK?across period to. 那across呢,都已经习惯上呢,就是由左,数去右的啦。 那你会发觉呢,它们是由metal。 转做,semi metal,或者叫做metalloid。 然后呢,再转做non metals的。 OK,这个是第二个period的现象。 那第三个period有没有这个现象呢? 呢?那原来呢,第三个period都有,OK? 第三个period,就是都一样是由metal, 数到去semi metal,再数到去non metal。 好了,那我们呢,就可以称呼这个表现。 这个表现,这个表现。 趋势。OK,这个趋势。 这个趋势。 做那个的金属特性。 metallic character。 那我们会说呢,metallic character decrease across a period. OK,metallic character decrease across a period. 金属的特性呢,是下跌的。 OK,那这个呢,就是最主要大家呢, 我希望大家呢,都可以在周期表里面呢,会看到的。 那其实呢,如果你找回呢, 在网上呢,一些的比较全面一点的, 周长一点的周期表呢, 那你会发现呢, 其实除了第一个period之外呢, 其余的不同的period呢, metallic character,都一样会是decrease的。 OK? 好,那下一节呢,我们会看一看呢, 呢,四个group的一些的趋势。 OK? 那,趋势我们叫它做trend。 OK? 那我们叫它做trend,趋势。 那我们最重要呢,是这四个group。 那呢,我会分两节呢,来到去讨论的。 那一节呢,我们会看一下呢, 金属这两个。 另外呢,就会看这两个。 OK? 那之后呢,我们尝试呢, 一张四个的period, 某些的重要的特性呢, 做一个比较。 OK? 好,谢谢,拜拜。